欢迎收听有声小说 何大力行真笔记 第五部 研读鸡胸 本书由市厅书院制作 第三章 阶梯教室的罪恶 二月二十二日 还未到元宵节 江州市各单位已经开始上班 许崇德来到江州市体育局 要求检视局局长 他在办公室非常激动地拍着桌子 杜药是体育局的国家干部 殴打我孙子 还殴打我这个老头子 被派出所拘留了 我就想要问一问 你们单位是不是也要处理杜药 我这个老头子没有文化 也吃过几两盐吧 你们骗不了我 许崇德拿着几张自己和孙子徐海脸上的伤情相片 额头青筋暴露 你们看一看 这就是我和孙子被打的相片 国家干部打人 还有没有天理 你们不管 那就是官官相护 我要到市政府喊冤 市里不管 我就到省里喊冤 上班的第一天就有人找麻烦 是体育局领导爵的晦气 派最能说的干部 稳住许崇德 好言好语 劝说了半天 我家小海明明是被那个坏女人勾引 是那个坏女人约小海到操场见面 你们非要说是强奸 强奸个锤子 你们不处理好 我们向阳大队几百人就到政府上访 许崇德临走前还发出威胁 市体育局领导都知道 杨渡丹丹在晨跑时差点被强暴之事 很同情杜耀 原本准备在政策范围内走底线 只给一个警告处分 许崇德跑到办公楼来闹了一番 是体育局党组为了不惹麻烦 开会重新研究处理方案 经过慎重的研究 决定给予杜耀记过处分 并上报市纪委监察部门 女儿差点被强奸 自己被拘留后又受到了记过的处分 杜耀得知此消息 回家大哭一场 丈夫杨志过来安慰时 他愤怒地说 单单也没满十四岁 他去把那个老杂种打一顿 是不是可以不负责任 杨志从国外回来以后 暂时没管扬州羽毛球俱乐部的事情 回到江州陪伴妻子和女儿 他把手指竖在嘴边 嘘了一声 嘘 你得理智点 单单在外头呢 要是真听了你的话出去打人 那可就麻烦了 杜耀仍然在生气 单单才十二岁 打了就打了 谁还能把他怎么样 杨志握紧 杨志握紧妻子的手 哎 别说气话 徐海一家人都是流氓 我们不能拉低水平和他们一样 杜耀在丈夫面前发泄了一阵 心情稍稍好转 给单单转学吧 杨志作为健将级运动员 心理素质非常过硬 在妻子面前一直心平气和 杨州城区稍微好一点的小学都很难解 必须得有户口 更何况 单单正在读六年级下学期呢 基本无法转学了 坚持一个学期 初中就到杨州去 等到妻子情绪平静 杨志来到了客厅 客厅里 杨渡单单正在认真地练习甩棍 甩棍是防御性武器 是杨志送给女儿的礼物 这个礼物可以用来防身 更重要的是借用体育锻炼 让杨渡单单走出受侵害的心理阴影 杨渡单单接受了父亲送给自己的甩棍 积极主动开始学习新技术 虽然被侵犯是痛苦的事 但是在整个事件中 他进行了有效的反击 最终逃脱魔掌 这给了他治疗心理创伤 留下了窗口 今年下半年 你先转学到杨州读初一 你妈妈随后过来 在羽毛球馆附近就有体育中心 那里可以学习见到 这男女体力有差异 在遭遇危险时 女生啊 尽逃离和求助 如果没有办法逃离接触 最好能持有武器 出其不意进攻对方薄弱处 打击对方后 再寻机逃脱 这才是正确的应对之道 有两句话要记住 第一句啊 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第二句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第三啊 遇到坏人赶紧跑 能跑多远跑多远 这跑不掉的时候 寻找一切可以成为武器的东西 对准坏人的阳镜 猴步 当不得关键位置猛击 杨志站在女儿身旁 取出自己常用的甩棍 教导女儿棍法 和面临危险时的正确做法 女儿在校园晨跑被袭击 几乎被拖得一丝不挂 跑回家 作为父亲 在女儿面前装作没事人一样 可是内心的疼痛 却是无法言表 训练完毕 杨志揣着甩棍 独自来到向阳小区 准备探听徐海虚实 他来到矿业大厦对面的茶楼 找了一个安静的环境 十来分钟以后 一个头发略秃 肚子微秃的男子 走上茶楼 老同学 什么时候回来的 杨志也不寒暄 开门见山地说 图山 今天我跟你打电点事 你知道徐海吗 图山 是江州学院附属中学的初中老师 自然知道 鼎鼎大名的徐海 收敛了笑容 我听说了丹丹的事 我当老师这么多年 徐海是最坏的学生 没有质疑 就是最坏的 徐海在副中读书 你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 他的基本情况啊 比如家在哪里 父母的情况 以及电话号码 听了杨志的话后 图山谨慎起来 你可别做傻事啊 不知道 你想到哪儿去了 我女儿被侵犯了 徐海年龄小 不能追究她行事责任 那总得赔点精神损失费 我呀 得找许家谈一谈 不能就这样被白白欺负啊 哦 这样啊 我知道徐海的情况 你真的不能乱来啊 拿到徐海及家人的 基本情况之后 杨志又和老同学图山 喝茶叙旧 十一点图山离开 杨志步行前往向阳小区 向阳小区中庭摆满宴席 在宴席旁边拉着横幅 向阳小区团圆宴 赴宴者 男女老幼皆有 欢歌笑语 异常的热闹 小区外围 不少的居民站在一旁看热闹 互相言语间 很羡慕 向阳小区的团圆宴 哎呀 这才是正常的邻里关系啊 我们小区什么时候 能搞这种团圆宴就好了 在一个单元住了好几年 至今都不知道邻居姓名 其他地方就甭想哪 向阳小区大多数都是原来向阳大队的人 故乡都熟悉 这才搞了几团圆宴 而且还得有老板赞助 围观居民 你一句我一言一论 杨志获得不少的信息 开席前 江阳区胜利街道 一位副主任代表街道讲了话 随后是居民代表讲话 居民代表有两位 一位是热心公益事业的女社区干部 另一位是捐助多位贫困儿童的企业家 许大光 听到许大光的名字 杨志吃惊地张开嘴 嘴里能塞得进一个鸭蛋 许大光身高体壮 穿一件帆毛皮衣 很有老板拍头 他接过话筒 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讲稿 念了两句 觉得很不舒服 便丢开讲稿 许大光那狗日子给老子写了两大篇 太啰嗦了 我又不是当官了 就随便说两句 张书记让我来讲话是太久啊 我许大光是个什么玩意儿 自己心里很清楚 能有今天全靠大家伙撑起 没有大家伙 我许大光不知道在哪个角落吃屎呢 说实话 我捐助的贫困儿童都是我们许家的人 五百年前大家都是一个祖宗 今天我多赚点钱 帮助许家人也是应该的 就是这些 不讲了 许大光的讲话赢得了热烈掌声 他把话筒交给社区的张书记 回到了桌席中 杨志目光如精确制导导弹 跟随着许大光 许大光那一桌 有个沉默的剑硕少年 此少年的相貌 与许大光有七分相似 体型接近 肯定就是许海了 杨志大大方方拿出了相机 走到席间 从不同的角度拍下许海的相片 拍完相片 他又回到围观人群中 在回到围观人群之时 他挺纳闷的 向阳小区的住户围在一起聚餐 这些人围在旁边流口水 有意思吗 找到许海 基本完成任务 杨志收起了相机 问身边的中年妇女 刚才发言的许大光有一个儿子 叫许海 听说是枪奸犯 儿子都是这种人了 为什么还要许大光发言呢 中年妇女用羡慕的眼光 瞧向了许大光 呀 许大光在外面混了几年 菜沙可赚了大钱呢 向阳小区有好多兴趣的人 都在他的企业上班 那谁不给点面子 是吧 再说了 许海他就没有强见 向阳小区街坊邻居的女儿 兔子不吃窝边草嘛 儿子是儿子 爸爸是爸爸 得分开算啊 杨志离开向阳小区 想着许大光 站在小台子上 讲话的场面 觉得有些悲哀 更觉得愤怒 回家以后 妻子杜耀 满脸忧愁地说 单单以前多开朗啊 美心美肺的 你刚才出去的时候 他又玩了一会儿甩棍 然后就回房间发愣 这啥也没做 就这样坐书桌前面了 能不能想办法 早些转学 离开这边的环境 提起转学 杨志 脸线蓝色 省城重点小学都很难解 更何况 重点小学在三年纪以后 都不接受转学生 我啊 找书人问过 除非是区委区政府 几个核心领导签字 否则根本转不进去 我们俩人 在体育界有熟人 在政府之间 确实没什么关系 那个杂种 读初一 与单的没有交集了 我们啊 人到小学毕业 对于普通家庭来讲 要进入省城重点中学 难于上青天 杜耀知道丈夫 办不了此事 叹了口气 非常无奈 他和丈夫在运动场上 都取得辉煌的成功 退役后 进入社会 失去了拼搏的舞台 人生便从最高峰往下滑 一直没有停下来 午觉起床 杨志带着女儿 再次练习甩棍 运动之后 杨志擦了把汗水 丹丹 我们今天去看电影《阿凡达》 这是今年最大的包款 爸 我不想去 杨渡丹丹丹丹 提着甩棍进了屋 女儿情绪低落 这让杨志 也失去了看电影的兴致 他稍稍休息 独自外出 《金色天街》 张贴着大幅阿凡达广告 色彩斑斓 喜气洋洋 沿着《金色天街》 步行十分钟 就来到向阳小区 杨志也不知道 能对徐海做些什么 可不做些什么 却又心气难平 十字路口 杨志在二楼茶楼坐下 茶楼视线挺好 只要徐海从向阳小区出来 大概率要走这个路口 远处有一辆摩托车 距离摩托车几米远的花台 坐着一个戴头盔的车手 杨志在茶楼里观察路口 眼光数次扫过摩托车 却没有留意到车手 接近下午四点 一个懒散的少年 出现在十字路口 杨志放下了茶杯 集中注意力 观察侵犯自己女儿的杂种 从茶楼的角度远观徐海 徐海完全是成年人模样 而且比街上大多数成年人 都要高大 徐海拖着脚步 慢慢朝金色天街走 他没有走人行道 大模大样地走在机动车道上 马达轰鸣 摩托车朝着徐海的后背 就直冲了过来 速度极快 公路边上的一个年轻女子 发现摩托车 对着徐海大喊 摩托车 摩托车 女孩提醒以后 徐海回头看了一眼摩托车 转身朝人行道跳去 摩托车几乎是擦着徐海的身体开过去 没有停顿 迅速消失在街道上 杨智坐在茶馆上 恰好看到摩托车冲向徐海的完整过程 摩托车直奔徐海而去 若不是街边的女子提醒 徐海绝对会被撞上 人行道上 女子义愤填膺地指着摩托车消失的方向 街上人这么多 开这么快做什么 现在的人素质越来越差 她俯身问徐海 你没事吧 徐海为了躲避摩托车 没有站稳 摔缩余地 鬼儿子 有摩托车了不起是不是 徐海抬头看了一眼眼前的女子 顿时挪不开眼睛 眼前的女子三十来岁 妆容精致 提着购物袋 胸前露出春色 白色乳沟 微微晃动 这名女子是矿业大厦的老板娘朱祁 从一家精品店购物出来 等着男朋友 无心声从车库开车 恰好看到摩托车冲过来 便出声提醒 她发现眼前的男子身材高大 面容却很幼稚 色眯眯的眼光 一直盯着自己的胸 便手遮领口 站了起来 不再理睬摔倒在地的少年 一辆豪车从车库开了出来 停在路厅 朱祁拉开了车门 坐到副驾驶位 吴新生非常体贴地 为朱祁佩戴好安全带 顺便亲了亲朱祁的脸颊 小车开走 徐海想起漂亮女人露出来的前胸 咽了咽口水 三月一日 江州各学校均开学 在江州实验小学操场 侵犯杨渡丹丹以后 徐海名声更臭了 进入江州学院附属中学 便被彻底孤立 徐海在小学 也曾经侵犯过女生 初一同学或多或少地 听说过他当年做过的卧错事 私下还曾热烈地讨论过 以前的事是发生在过去 同学们和家长们感受不深 在校园内强奸缠跑女生 这是发生在当下的事 与往事大不一样 女同学和女同学的家长们 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 开学以后 初一初二的女生 多数选择不上晚自习 下午放学时 接女儿的家长在校外排成长龙 还有不少家长选择转学或者转班 开学两三天以后 徐海班上的女生流失了大半 只剩下三个 学校建班上只剩下三个女生 干脆把这三个女生全部转走 徐海所在的初一三班 在开学四天后成为江州学院附属中学 建校以来第一个纯男生班 凡是到三班上课的女老师 尽量穿得保守 能遮住的地方尽量遮住 班上没有女生 这让男同学出离愤怒 纷纷远离徐海 视其为温神 不约而同地孤立这个胆大妄为的大个子 徐海对此极为愤怒 几次挑战同班男同学 男同学受到欺负 不敢还手 望风而逃 更不与徐海交往 徐海成为初一三班最孤独的男生 开学第一个星期 江州学院附属中学校长办公会 专题研究如何加强校园安全的工作会 会后 学校法治副校长到学校为初一初二年级上了法治课 主讲为成年人保护法以及女生如何保护自己 校保卫科增加对初中教学楼的巡查次数 学校在初中教学楼和重要的节点安装的监控设施 各班召开了家长会 强调对低年龄女同学的教育和接送问题 明眼人都明白 这些措施都是为了防备学校里的害群之马徐海 有句俗话 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 附属中学分为高中楼和初中楼 保卫科主要精力都放在初中楼 高中楼则相对的宽松 三月十二日植树节 江州学院附属中学组织学生来到城郊山头 沿途红旗招展 学生们提着筒唱着歌 以班级为单位来到山头 其他班级有男生也有女生 唯独初一三班是清一色男生 在学校上课时 这个特点尚不突出 走到郊外则异常的明显 徐海比其他的同学高了一个头 神情懒洋洋的 不停地打哈欠 到了山坡上 同学们三人一组 各自寻找事先打好的坑 扶正放在坑中的树苗 根部盖满了泥土 再用桶提水浇在树根的泥土上面 没有同学愿意和徐海一组 徐海本人也不想和这些小屁孩混在一起 心不在焉四处张望 他坐在坡顶 看着傻乎乎的同学们快乐的忙碌 徐海很快走神 开始计算自己的年龄 再过两个月就要满十四岁了 十四岁之前和之后 有一条明显分界线 不满十四周岁的人 为无刑事责任人 犯罪不承担刑事责任 满了十四岁周岁 不满十六周岁 反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 致人重伤或者死亡 强奸抢劫 贩卖毒品 放火爆炸 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之所以徐海要计算自己的年龄 和一年前的事情有关系 一年前 徐海还在读小学六年级 身高接近一米八 脸上长满了青春痘 每次看完岛国动作片以后 他的身体里就像有一只猛兽 总想从身体里跳江出来 把女同学扑在地上 他对女生的兴趣是在这一年突然猛增 脑子里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白滑滑身体 在六年级下学期的一个普通日子 他原本已经离校 由于一张影碟遗忘在课桌的抽屉里 回家后想起此事 便匆匆地回到学校取抽屉里的影碟 取了影碟准备离开之时 他碰到一个女生独自走在教室的过道 在这一刹那间 他做出了一个事先根本意想不到的举动 拖着女生来到拐角工具间 在影碟中看到的画面 如汹涌大河一般冲刷着他的身体 让身体胀得他快要爆炸 胀得失去理智 他手忙脚乱地抱住女生 伸手在女生的衣服里乱摸 用力撕脱女生的衣服 再用手捅进去 女生大哭大叫 惊动了过路的校工 校工跑进工具室 脱开了徐海 徐海被带到了保卫科之时 彻底清醒过来 吓得是浑身发抖 当他看到穿警服的人进入保卫科时 尿了裤子 那天 许大光恰好在江州城里 得到消息后来到了保卫科 进门先是给徐海两个耳光 然后对保卫科的人大吼 你们想干什么 懂不懂法一群法盲 我儿子和那个女生是什么关系 你们弄明白了吗 保卫科的人态度也很强硬 他们就是普通同学关系 徐海涉嫌强奸 要进看守所 你还好意思在这里吼啊 你这个法盲 徐海今年才12岁 14岁以下做什么事情 都不负警示责任 你还在保卫科 动个锤子 徐大光又问徐海 你们是不是在耍朋友 是在耍朋友 徐海头脑昏昏的 父亲答一句 他就回答一句 事情出乎徐海的预料 他到派出所的当天晚上 就被放了出来 没有承担任何责任 从那一天起 他就记住了父亲说过的话 14岁以下 做什么事情 都不负刑事责任 徐海特意在电脑里 搜索了相关问题 找出了和父亲相同的说法 另外 他记住了父亲的 另一个说法 我和那个女生 在谈恋爱 好日子呀 只有两个月了 徐海算了算日子 不再愿意跟着 一帮小屁孩野营 找了个借口 离开班集体 独自乘公交车回城 回城后 徐海用网兜提篮球 来到江州学院篮球馆 他从小长得高 酷爱打篮球 水平很不错 在五年级 进入江州一中的 篮球集训队 如果不是发生 卓家事件 他如今就是 江州一中的 正式篮球队员 发生卓家事件后 他被篮球主教练 痛骂之后 当众除名 灰溜溜地 离开了篮球队 今天是植树节 大部分同学 都随学校老师 外出植树 篮球馆 仍然有学生 在分组打扮场 徐海刚刚进门 在场下休息的 一名高年级学生 和一名男生 便调侃 许门庆来了 这篮球有什么好玩的 双球更好玩啊 许门庆 给我们分享 你的经验 场上场下的学生 都在起哄 徐海被众人嘲笑 很生气 场上场下全是 初三和高一学生 各个都是牛高马大 徐海 事单利孤 生气归生气 没有办法反击 只能找了块 控场地 独自打篮球 随后 篮球馆又进来一帮 初一初二的篮球队员 徐海想和他们打篮球 被嘲讽之后 幸幸离开 心中生出了一股无名火 吃过晚饭 徐海从一道 无人管理的侧门 进入江州学院附中 在校园溜达一圈以后 来到高中教学楼 徐海在初中部和篮球场 是鼎鼎有名的人物 在高中部则名声不响 他身高一米八 面向老城 进入教学楼后 就和高中生差不多 高三教学楼 弥漫着高考大战前的 紧张气氛 在走道上悬挂着 距离高考 还有多少天的牌子 还有很多标语 徐海经常逛教室 非常有经验 他走进东侧的阶梯教室 坐在一个 能观察到外面的阴暗角落 透过这间阶梯教室 能清楚地看到 墙壁上的两幅标语 时间抓起来就是黄金 抓不起来就是流水 另一幅是 梅花香自苦寒来 状元之花年年有 走道很长 还有一些标语 看不清楚 晚自习结束 还有些时间 无聊之时 徐海清理书包里的物品 在操场被杨渡丹丹 敲破脑袋之后 他总结了经验 这一次 在书包里放了绳子和胶带 用来控制猎物 在整理这些物品时 他身体兴奋起来 温度升高 燥热难耐 下身顶起了裤子 鼓起了一个大包 终于 晚自习下课铃声响起 一大群人走出了教室 教室没有关灯 应该是还有学生在复习 高三一班 汪心童 还有一道数学大题 没有做出来 他住在江州学院 教职工家属院 家属院在腹中大门的对面 跨过马路就到 他没有着急回家 继续思考这道大题 过了三十来分钟 他终于解出这道大题 这才收拾了书包 哼着歌 心情愉悦地走出教室 隔壁教室已经空无一人 再隔几分钟 教学楼就要熄灯了 走过阶梯教室之时 一条黑影窜了出来 用力将他拉进了阶梯教室 汪心童嘴巴被捂住 无法喊叫 一个声音热狠狠地对他说 别脚啊 脚就弄死你 出生到现在 汪心童一直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 坏人都在书本里 或者电视中出现 他没有任何面对现实危险的思想准备 尽管小学生杨杜丹丹丹差一点在校园内被强奸 可是那是在另一个学校发生的事 距离正在读高三的汪心童很遥远 遇到紧急情况 汪心童被吓蒙了 脑袋嗡地响了一声 失去了思维能力和行动能力 徐海又充分准备 用毛巾堵住了猎物的嘴巴 又用胶带封住毛巾 到了此时 汪心童回过神来 嘴里发出了呜呜的声音 徐海用胶带捆住高中女生双手 用力将其双手举在头顶 他凑到女高中生的耳朵旁 你不要反抗 你要反抗 我就翘死你 说话间 他用手卡住女高中生的脖子 不断用力 直到身下女高中生双腿开始用力登地 这才停了下来 女高中生汪心童 是高三一班的学霸 因为想解开一道数学难题 玩走了半个小时 他完全没有料到 校园内会有恶魔 而恶魔还来到了高中教学楼 他被卡得喘不过气来 等到那只手松开 就用鼻孔和嘴巴拼命地呼吸 那个男子又将手卡在汪心童脖子上 再次威胁 你要听话 听话就不杀你 汪心童刚才被卡得不能呼吸 在黑暗中似乎看到了死神在闪光 被再次威胁后 彻底屈服 双手举过头顶 眼睛望向黑暗 徐海极吼吼地扯掉了女生的衣服 在黑暗中贪婪摸索 他以前只是接触过初一女生和小学女生的身体 今天抚摸成熟女人的身体 顿时明白动作片中的男男女女 为什么如此享受 汪心童被沉重的身体压住 身体承受反复冲击 泪珠一颗颗落入黑暗深渊之中 过了一会儿 男人再次疯狂起来 如狼一般喘息 除了用身体冲撞以外 他还用手卡住身下女人的喉咙 不断地用力 到了晚上十一点半 孙女汪心童没有回家 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汪远明不放心 拿出手电筒 准备到腹中接孙女 哎呀老头啊 心童肯定是遇到数学难题了 这孩子就和你一样 遇到数学题就放不下了 以后啊 也当数学教授 哎呀 这学校到家 就隔着一条公路很安全的 哎呀 这黑灯下火的 你别摔着了 我还是陪你一起去吧 陈正书实在不放心 八十二岁的老伴 在深夜独自外出 穿上厚外套 陪着老伴一起到腹中 汪远明 以前是江州学院的数学教授 在学院工作了三十来年 熟悉学院的每一寸土地 他和老伴手挽扶着走进腹中 腹中教学楼已经熄灯 黑油油的如史前怪兽 敦服在地 威视着闯入者 哎呦 这教学楼都关灯了 这肯定不在呀 这心童到哪儿去了呢 早就应该给他买个手机 你这个老半顾就是不同意 陈正书站在教学楼前 仰望黑暗怪兽 哎呀 拿起了手电筒和钥匙 来到教学楼 我们所教学楼时 都得寻常一遍 绝对没有人 你家孩子说不定出门买东西 现在已经回家了 保安走进教学楼 在底楼打开第一层 和高三年级所在第四楼的灯光 汪远明拿出老年手机 拨打了预设的家里的客厅座机电话 打了两遍 无人接听 这位同志啊 我孙女很乖的 绝不乱走 现在还没有回家呢 三人来到了四楼 逐间教室查看 阶梯教室 灯光亮起 徐海抓紧女生内裤 盖住女生的眼睛 骂了一句狗日的保安 他拉上了裤子 躲在窗边观察 等到保安和两个老人前往高三一班时 轻手轻脚 溜出了阶梯教室 跑下楼梯 顺利地离开了教学楼 他原计划多享受几次 到清晨再溜出去 离开教学楼时 他不时回想 那个高中女生的美妙身体 感叹 高中成熟女生 和干别小学女生 完全不一样 找遍教室 没有看到汪心童 汪远明夫妻着急起来 走过阶梯教室时 保安听到里面传来异常的声音 有些奇怪 这里边有声音 我去看一下 汪远明和陈正书年龄大 耳朵不如年轻人灵光 没有听到 阶梯教室传来的声音 跟在保安身后 走进阶梯教室 保安突然停下了脚步 出事了 阶梯教室角落里 躺着一个人 双手被捆住 光着身子 脸上蒙着内衣 再有气无力地 踢着固定在地面上的桌子 让桌子发起声响 汪远明和陈正书呼喊一声 不顾一切地扑了过去 寒冷的冬天 冰冷的地板 反复地折磨 已经让躺在地上的汪心童 耗尽了所有力气 灯光亮起 他模模糊糊意识到 恶魔离开了 便用残余的力气 踢打身前的桌子 听到爷爷奶奶的声音 汪心童想哭 没有哭出来 很快就失去了意识 保卫科干部有基本常识 保护了现场 还特意叮嘱汪远明 在时不要清理姑娘身体 公安要查线索 否则抓不到坏人 汪远明此刻顾不得抓坏人 打了120以后 一心盼望救护车早点到达 陈正书流着眼泪 为孙女穿衣服 心童啊 爷爷奶奶来了 你要坚强 要坚强啊 在穿衣服时 地上的斑斑血迹 如眼镜蛇一样 钻进陈正书心中 变成了一滴滴带毒的血块 在她的血管中流动 按照市局规定 普通的强奸案 由区刑侦大队负责 接到报警以后 丁浩带领侦察员 第一时间来到 江州学院附属中学 他简略问了问案情 并给法医汤柳打电话 请他赶到江阳医院 汤柳听后 用最快的速度翻身起床 受害人有生命危险吗 我打电话问了 生命体征还正常 这件事情性质非常恶劣 在学校内强奸女学生 若是家长不来寻找 绝对要出大事 你赶紧去 阴道里肯定有犯罪嫌疑人的经验 阶梯教室周围 拉上了警戒线 刑侦大队技术人员 在勘察现场 从遗留下来的交代里 发现了很多指纹 强奸案发生在江州学院附属中学 丁浩早就将怀疑的目光 投向了初一学生徐海 在技术人员勘察现场之时 派出另一组侦察员 来到向阳小区 随时控制徐海 丁浩蹲在技术人员身边 有没有指纹 犯罪嫌疑人使用的胶带 一面光滑 另一面是沾胶面 留下的指纹很多 说明犯罪嫌疑人 没有基本的反侦察意识 胶带本身有弹性 缠绕面不实 由于受害人侦察 胶带有一定拉伸 再加上家长又用手撕掉了胶带 对指纹提取有一定影响 幸运的是胶带上的指纹很多 倒不会影响我们提取 这一个特点与徐海的年龄相符合 徐海作案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由于胶带有粘性 技术人员没有使用塑料袋 而是直接将胶带放进了物证箱 技术人员保存好胶带后 对丁浩说道 丁大 这个案子没有难度 胶带上有七八根短发 至少有四根毛囊 能提取到DNA 有DNA 有指纹 监控也肯定找得到人 破案没有问题 提取指纹后 立刻和徐海的指纹进行对比 应该是这个杂种 上次作案 徐海没有满十四岁 现在多少岁 徐海的准确出生年龄 如刀客一样 留在了丁浩的脑中 他想起在胡秀家里团圆时 大家对徐海的议论 他妈的 徐海还有两个月才满十四岁 陪坐在一旁的保卫科长 哭丧着脸 徐海侵犯过小学生 所以我们把重点力量 都放在初中楼了 每天晚上有两组保卫 巡视初中楼 我们万万他没想到啊 初一的学生 他会来侵犯高三的女生 真是没想到 回到区刑警大队 丁浩守在技术室 结果很快出来 胶带上的指纹 与徐海指纹比对成功 守在向阳小区的侦察员 立刻上楼 依法传唤徐海到刑侦大队 侯大力与母亲李永梅 视频通话以后 没有睡意 独坐于阳台 未婚妻田田牺牲以后 她出现了失眠症状 或者说是有厌睡的倾向 夜深时 她独坐在窗前 或坐在桌前看电脑 总会拖到凌晨一点 或是两点才上床 有几次 她在十一点左右上床 却无法入睡 到了两三点 才进入浅睡状态 整夜都是浅睡的状态 电话响起 张小天声音特别冷静 小叔都表明 汪心童出事了 下晚自习后 个人在校园内强奸 江阳区刑侦大队接受此案 我和小叔随后过来 拜托你关注此案 我不了解江阳刑侦大队的水平 若是案件没有办好 让犯罪嫌疑人逃脱 那就太遗憾了 侯大力独坐于阳台时 心情灰暗 听到案件发生 立刻站起来 身体绷直如箭 汪心童在哪个学校啊 家中学院附属中学 今年读高三 家住附中对面 过马路就到 要解一道数学题 在教室里多留了半小时 谁知出事了 江阳区刑侦大队大队长 丁浩 原本是刑警支队 二大队的副大队长 是我的老领导 能力水平足够 我马上联系丁大队 一会儿给你回音啊 侯大力听到 江州学院附属中学的几个字 脑海中便浮现起徐海 既高大强壮 又年轻幼稚的怪异形象 凭直觉 他判断强奸案 很有可能与徐海有关 丁浩通话之后 侯大力驱车来到江阳区 刑侦大队 丁浩谈起案发现场 罕见的情绪失控 扫孽呀 那个叫汪心统的女孩 高三年级 成绩非常优秀 是腹中用来冲击 清华北大的种子选手 还是校园十大歌手 谁是出了这种事 这徐海毫无人性 卡脖子 缠胶带 两次抢前 那血流一地 他脱光女孩衣服 逃跑时 将其泡在阶梯 交涉的水泥地上 这是零下两三度的气温啊 若是晚一点 找到女孩 那都得冻坏了 侯大力听到十大校园歌手 就如被针刺了一下 确定是徐海 脚带上的指纹对得上 汤柳提取了 他阴道里的经验 脚带上还有毛发 都交给DNA市张针比对 应该是没有问题 徐海被传唤到大队后 本人一点都不在意 他爷爷徐冲德 还在大队办公室里 大吼大叫 这都是他家用过的老招数了 以前委屈了小女孩 他家都说这谈恋爱 是对方勾引徐海 这意思 徐海强奸高三女学生 他家再也没脸皮说是谈恋爱了 徐海没满十四岁 不好办 如果能收容教养 或是送到公读学校 那是最理想的 其实对徐海本人也有好处 只是徐家人很蛮横 处理起来很麻烦 他犯的是强奸罪 这种情况走公读学校不合适 应该考虑收容教养 公读学校和收容教养 是两个概念 公读学校属特殊教育学校 教育对象一般是十三至十七岁 有违法或轻微犯罪行为 不宜留在原校学习 但有不宜劳动教养 或判刑的中学生 和社会适龄青少年 在1999年以前 将问题少年送入公读学校 可强制实行 1999年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出台后 就不能强制实行了 要在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 由监护人或原学校提出申请 经教育部门批准后才能转入 丁浩知道收容教养 难度不小 第一反应就是读公读学校 收容教养 根据我国刑法第十七条 第四款规定 因不满十六周岁 不予刑事处罚的 则令他的家长或监护人 加以管教 在必要的时候 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同时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 也规定 以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 因不满十六岁不予刑事处罚的 责令其家长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 必要时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结合两部法律看来 未达到法定年龄的人 若实施了有害于社会的行为 也不能姑息放纵 而应加强教育和看管 乃至由政府收容教养 以预防他们将来走上犯罪道路 侯大利所提建议 就是以此为依据 徐海作恶多端 心里扭曲 完全构格收容教养 杨江劳教所 是山南唯一一所 对未成年人进行劳动教养 和收容教养的场所 如果能将徐海送到杨江劳教所 顶隔三年 出来十七岁 那时候若是再犯罪 我们打击手段就丰富了 但是收容教养一般从严把握 徐海未满十四岁 江州市没有最后审批权 还得送到省公安厅审批 另外还有一条 只有家庭没有管教能力 才能送收容教养 而判断家庭是否有管教能力 主要还是考察监护人 是否有管教意愿 是否有实际能力管教 并由办案单位向其监护人 邻居 学校 居住地居民委员会 或者村委会 以及公安派出所调查后 进行综合评估确定 这许家是城中村一霸呀 那关系盘根错节的 真要调查 未必能够拿得下来 这他妈的 这是什么事啊 这都是 张小天来得很快 DNA比对还未出结果 骑小车就开进江州市区 侯大力离开江阳区刑警大队 在刑警老楼与张小天 张小叔姐妹见面 张小叔的脸上泪痕犹在 胡警官 抓到坏人没有 犯罪嫌疑人徐海已经被控制 他的指纹与交代上的指纹 比对成功 江阳行政大队 还在等待DNA的比对结果 视频大队侦察员 在调取学校和街道的视频 还有侦察员在调查走访 你放心 他绝对跑不掉 小叔 你去洗洗脸 弄干净点 心痛肯定受了刺激 见面之后 你要做心理疏导工作 不要和他一起伤悲 你是医生 这点心理素质和工作能力 应该有 等到张小叔去卫生间洗脸时 张小天也忍不住了 这个狗日的东西 该杀 大力 如果真是那家伙 年龄是大问题 最严厉的就是收容教养 这种惩罚力度明显不够 心童成绩优秀 即将高考 遇到这种事 有可能毁了孩子一生 心童的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肯定很难接受 侯大力听完张小天的话后 想了想 对张小天说 现在对未成年人 特别是未满十四周岁成年人的收容教养 都是从严把握 依照法条适用前提条件为 必要的时候 而必要的时候 由于提法空洞 而留下很大的解释空间 你担心收容教养力度不够 我担心收容教养都达不到 这家人格外难缠 家族人多势众 我担心出幺蛾子 心童是汪家的心肝宝贝 遭此大难 心理观不好过 张小天眉头紧锁 支着脑袋 张小叔在卫生间洗掉泪痕 回到房间后 神情平静下来 姐 你在这里等消息 我到市医院陪心童 越野车来到市人民医院 张小叔独自下车 走进医院 他在山南医科大学读研 平时走进医院 意味着繁忙的工作 表妹心童遭遇不幸 再走进医院 顿时体会到 与工作期间不一样的酬绪 汪心童是特殊病人 医院为其安排了担尖 陈正书扭头 见到推门而入的张小叔 做了一个安静的手势 拉着张小叔走到门外 那个爱剪刀的 我恨不得 我恨不得 我杀了他呀我 走到门口 陈正书拉着张小叔的手 泪如雨下 张小叔泪水滚落 握紧陈正书的手 奶奶 心童怎么样了 正在发高烧呢 心童太可怜了 醒过来到现在 一句话都没有 一句话都没有 不愿意面对我和爷爷 就那么用被子盖着脸 身体朝墙 小叔啊 你和信童 从小就要好 等会儿 你去陪他说说话 只要开口说话 那就是好事 汪远明走出门外 头顶墙壁 宝天爷呀 你也太狠心了 张小叔小时候 长期住在汪家 对汪家所有人都深有感情 他强忍泪水 过来抱了抱汪远明 爷爷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姐也来了 警方说今晚肯定能破案 见过在飞机上 应该很快就到江州了 他们把心动 搅到我和郑叔的手里 我如何向他们交代啊 安慰了知书达理的老夫妻 张小叔轻轻推开门 来到床边 心童 是我 汪心童 缩在被子里 侧卧 脸朝墙 开朗大方的表妹 不愿意与人交流 这让张小叔 鼻子发酸 你放心 江州最厉害的刑警 给我说了 今晚肯定能抓到 那个坏人 汪心童 仍然没有反应 在被子里 缩成了一团 张小叔轻轻地 拉了拉被子 发现汪心童 紧紧抓住被子 心里疏导 有一个过程 他没有急于求成 坐在床边 陪伴表妹 汪建国和张琴 从广州乘坐 红眼航班 飞回山南首都扬州 乘坐扬州同学的小车 一刻不停 朝江州急赶 小车来到江州之时 天已经放亮 汪建国和张琴 整夜无眠 想起女儿所受的苦 心如刀脚 心如刀脚 对很多人 只是一个泛泛的形容词 对于汪建国和张琴来讲 是真实感受到 有一把刀 在身体内部搅动 肠子 胃 心 肝 肺 都被割得是七零八落 他们来到医院后 女儿汪心童 没有如往常 见到父母那般的 欢心雀跃 面朝墙壁 缩在被子里 得知女儿苏醒后 一句话都没有说 保持这个姿势 已经有数小时 汪建国走出医院 下楼 在后院抱住一株香樟树 痛苦流涕 许大光在昨晚 得知儿子被公安抓了 并不当回事 继续打牌 当晚输了十来万 总算完成预定计划 回到江州城 他才得知 儿子这次犯事的详细情况 意识到 这一次比较严重 不弄点手段 真有可能要进去 许大光找来了 采沙场法律顾问 许大鹏 早知道小海豪这一口 我直接带他找女人就完了 也用不着强奸 只是 爸爸带儿子找小姐 有点怪呀 老子还真不适应 老向阳大队 有一半都姓许 理到根上 大家是沾亲戴故 许大光在大河边 搞沙场和砖场 用了很多向阳大队的人 所以在向阳大队很有威信 这些年闯荡江湖 许大光领悟到一点 除了拳头和金钱重要 法律也很重要 于是找来从向阳大队出去的 法律工作者 许大鹏 聘请为采沙场 法律顾问 许大鹏长的瘦弱 和许大光相比 就是真正的 豆芽菜的身材 作为法律工作者 他在法庭上的战机 非常一般 拉到的业务不多 但是作为许大光的法律顾问 他的鬼点子 如俄罗斯套娃那般 一套又一套 层出不穷 小海这次有些麻烦 前次在操场 我们咬定是个女同学谈恋爱 由于后果轻微 所以没事 这一次小海胆子大 居然搞了高三女生 依我的经验 公安局很有可能 要提出收容教养 家长还会要求民事为常 如果是在乱世 小海绝对他妈的是一条好汉 小海还没有满十四岁 你说过不用负刑事责任 收容教养是行政措施 公安局又可以做出 不用经过检察院和法院 在山南 一般就关在扬州劳教所里 顶隔三年 有句俗话 劳教是个名 朕人不要命 收容教养也差不多 进去后 日子不好过 谁敢送小海去收容教养 老子要让他认得马王爷 是几只眼 徐大鹏 你他妈的每年拿多少钱 你快点想办法 上一次的事 你让小海坚决咬住 和对方谈恋爱 这一次 女的是高三学生 谈恋爱的说法 恐怕考不住了 那就散布小道消息 说那个高中女学生卖淫 许还是花钱嫖娼 许大鹏使劲儿摇头 我打听过了 女生成绩特别好 家里条件也不错 大家绝对不会相信高中女生学卖淫 小道消息就是小道消息 我们可以拔水搅混 这是大案 警方必然有调查 卖淫的说法靠不住 我不管这事 你想办法 许大鹏不敢得罪向阳大队的土霸王 我们要抓紧时间 抢在市局向审厅 报收容教养决定输之前 把事情闹大 第一步 把向阳大队老少爷们全部叫上 到市委上访 就说小海未满十四岁 公安局乱稿 只要我们把生事草出来 法不责重 公安局为了不惹出群体事件 肯定会转下来 不把收容教养包到审厅 第二步 给小海做精神鉴定 徐二娃在精神医院工作 肯定想不到办法 徐二娃的姐姐姐姐夫 都在踩沙场工作 靠着大光哥吃饭 大光哥发了话 肯定得行 第三步 我们给居委会社区打招呼 光哥平时做那么多善事 社区和邻居肯定会帮着我们说话 第四步 我们要求和学校附中继续读书 这是义务教育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对方和学校肯定会反对 我们看事态发展 如果对方强硬 那我们就给对方一个台阶下 不回学院府中 对公安局也得有交代 选择到湖州上攻读校 这是免得印顶牛 最近我有大生意要谈 懒得关你这些小事 你去办 办不同的地方找老气 花了多少钱 时报时香 我只提一个要求 不能让小海关进去 十三岁的小屁孩 他抖的啥子嘛 这些人真他妈的麻烦 第四步 暂时不考虑 公读学校也不是什么好货 小海能不去就不去 哥 你赎金也算大老板了 不仅解决了就业 还是纳税大户 那些有头有脸的人 都是我们纳税人影的 我们要想办法 运作一个人大代表 或者政协委员 慢慢把档次提起来 这个事儿嘛 以前倒有人提过 我没在意 你去运作吧 许大光读书不多 小时候生活在向阳大队 是真正的村民 随着城市扩展 向阳大队被城市吞没 一步一步 由村民变成了市民 他不愿意给别人打工 做过不少的买卖 由于本钱小 大多是以失败告终 他后来 以原向阳大队村民为核心 成立了建筑队 专门在郊区修小产权房 挖得了第一桶金 在这个过程中 他认识到建筑原料的重要性 带着向阳大队村民 进军彩沙行业 在大河边血拼了好几场 逐渐在彩沙行业 站稳了脚跟 如今成为彩沙圈内的 大老级人物 许大鹏办事效率很高 上午11点 原向阳大队一百多人 来到市委大门口 拉着依法保护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横幅 为了帮助堂妹 张小天请假两天 住在沙州刑警老楼 她在上午去江州市人民医院 看望汪心彤之后 返回刑警路途中 看到了一群人举着横幅 站在江州人民广场 朝着广场对面的市委大楼走去 如果横幅上没有 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 合法权益的这几个大字 张小天也不会管闲事 看到这几个字 便将车靠在了一边 朝市委人群走了过去 市委执勤的干部保安 以及一对着装警察 及时出现 拦住市委人群 张小天用标准的江州话 以一个吃瓜群众的身份 询问另一个 看热闹的吃瓜群众 这是啥事 爱看热闹的吃瓜群众 大多消息灵通 他笑容满面地 撇着嘴巴讲 这是贼喊捉贼 这家人的儿子 强奸了高三女学生 一般人都会尽量躲着 藏着 悄悄地解决问题 这一家人 他还大张旗鼓地跑来闹市委 我真搞不懂这什么骚操作 真正的吃瓜群众 搞不懂许家人的意图 张小天脑筋转得极快 瞄懂许家人的意图 以群体闹市的方式 让徐海获得最轻的处罚 他赶紧回到医院 找到汪建国 谈了刚才所见所闻 汪建国听完张小天说的事后 脸色铁青 刚才我接到 心同班主任的电话 班主任听说 徐海的妈妈 还给徐海的班主任请假 说是徐海生病了 要隔几天才来上课 我写了一份 拒绝徐海回腹中上课的抗议书 准备联合家长签字 张小天听了汪建国的话后 安慰着说 徐海肯定不会回到学校 这一点不用操心 我要把抗议书 发给所有的学校 断了他上学的路 张小天听了汪建国的想法后 有些哭笑不得 对于我们来说 上学很重要 对于徐海这种人来说 上不上学不重要 他们到市委群访 目的就是不用收容教养 这才是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 汪建国略为犹豫 公道在人间 我相信法律 会给心同一个公道 张小天没有想到 在广州经商办企业的汪建国 会如此迂腐 徐海的情况很特殊 他们有满十四岁 不承担行事责任 这一点你要清楚 在现行体制下 对为满十四岁未成年人 最严厉的措施 就是收容教养 现实情况是 收容教养总体执行的很少 涉及到未成年人 大家都非常谨慎 他们这样一闹 徐海有可能就不会被收容教养 改成 送徐海去公读学校 甚至公读学校都不用去 我们一家都是读书人 还是要脸皮的 不可能和他们一样 举牌子上访 心同出现的心理问题 我们要尽量大事化小 小事化疗 这样才能给心同 创造更好的治疗环境 汪建国垂头丧气 目光不与张小天相接 张小天没有料到 汪建国如此思考问题 脑中涌出 懦弱两个字 他哀其不幸 又怒其不争 借口接打侯大力电话 离开了医院 中午 张小天在刑警老楼 对面的常来餐厅吃饭 侯大力赶了过来 师姐 江源行大办案子很扎实 各方面证据 锁定了徐海 张小天想起了 汪建国懦弱的模样 摇了摇头 抓徐海容易 打击太难 我在这里也没什么用处 下午回扬州了 小叔在这边 有什么需要咨询的 我让他直接找你 吃过午饭 心气难平的张小天 准备离开江州 离开前 他与妹妹张小叔 见面之后 特意叮嘱了一下 遇到事 直接找侯大力 侯大力是信得过 靠得住的人 张小叔回到病房 看到汪建国 手里拿着一份打印文件 正准备出门 小叔啊 心疼有好转 今天终于叫了一声妈妈 姑父要去哪儿 我写了一份抗议书 联络了一些家长 他们同意在抗议书上签字 绝对不准那个罪犯 重新回到学校 汪建国把文件 拿给张小叔 看了一眼 张小叔有些生气 姑父 现在不是那个罪犯 是否能回学校的事 我们要见最大可能 让他收容交养三年 这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他们能上访 我们也能啊 汪建国沉默了一会儿 我们是书香门第 实在丢不起那个脸 我先联络家长 签名后送到学校 给学校施加压力 汪建国在张小叔 心目中的高大形象 慢慢崩塌 从小到大 辜负汪建国 便是其心目中的男子汉 楷模 这个楷模 在处理汪心童 被强奸之势上 太过懦弱 张小叔非常失望 张小叔来到表妹的床前 心童是我 慢慢地 被子里面动了动 两久 汪心童转过身 看了张小叔一眼 没有说话 紧闭双眼 眼角带有泪珠 短时间内 青春飞扬的表妹 变得苍老憔悴 头发干色发黄 皮肤呈灰白色 仿佛有一个恶魔 在疯狂抽取表妹的 生机和活力 让其生机和活力 如沙漏般流逝 张琴回来 为女儿吃药 张小叔来到走道 找了一个无人角落 打通秦丰的电话 秦丰打完篮球 正在和队友聊天 接到电话后 爽快地答应了张小叔 你要找人帮忙 好好说 我找几个篮球队的哥们 一起到江州 秦丰是院篮球队队长 正在疯狂追求张小叔 从相貌 家事 还有学历等诸多方面 秦丰都是很不错的人选 张小叔总觉得 与秦丰在一起 差了点激情 不温不火地 与其保持接触 始终没有成为恋人 这一次表妹被侵犯 辜负太过文弱 张小叔希望秦丰 能够帮助自己 惩罚那个 欺负表妹的杂种 一个半小时以后 五个身高 皆超过一米八的汉子 出现在江州 张小叔找来白布 制作了一条标语 内容是 严惩强奸犯 强烈要求收容教养 张小叔带着标语 站在市委大院门口 满脸是坚毅深情 后面跟着几个高大汉子 皆抬头挺胸 寒风吹来 张小叔一脚飘起 头发烧乱 有几缕散乱 遮在脸前 秦丰站在一旁 此刻的张小叔 在其眼里成了女神 江州市委 很快做出反应 有工作人员将张小叔等人 请进了新访办 对于年轻人来说 这是一种别样的体验 篮球队员以前认为 张小叔是一个 能弹吉他的柔美医学生 今天他们都见识到 张小叔性格中 坚强的另一面 晚餐 在江州最有名的 大排档一条街 几个青年人要了烧烤和啤酒 庆祝今天的活动 秦丰一只手搭在张小叔的肩上 另一只手端着啤酒 与队友们频频举杯 这是恋人才有的亲密动作 张小叔以前总会巧妙地 回避对方的亲密动作 今天他没有躲避 举起了啤酒碰杯 秦丰一直到这一点 望着张小叔线条优美的侧脸 很有亲吻的冲动 一个队员上厕所 迎面和一个醉汉撞在一起 醉汉拿着烤串 烤串上有油和辣椒面 全部蹭到了队员的羽绒服上 两人很快争执起来 由争执变成了打斗 转眼间就由打斗变成了群架 秦丰等五个篮球队员 年轻力壮很有战斗力 对方同样是年轻力壮 更敢于下团手 提起啤酒瓶子乱打乱砸 对方的人越来越多 很快变成了围殴 打得篮球队员们头破血流 别打了 我报警了 张小叔对着那群人大喊了一句 一个汉子突然用力 把他拉进了人群 张小叔用力挣扎 拳打脚踢 无奈 对方力量太大 挨了几个巴掌之后 还是被按倒在地 秦丰也被按在地上 一条高大粗野的汉子 手持匕首 贵准其脖子 威胁着说 立刻昏出江州 否则下次就得断手断脚 匕首锋利 刺破了秦丰脖子上的皮肤 流出了点点血滴 秦丰是第一次见到这种阵仗 吓得结结巴巴的 另一名粗野汉子 用匕首在张小叔的脸上比划 顺便还摸了两把 嬉皮笑脸的 小妞长得挺漂亮啊 少管闲事啊 再闹 那我就先见后杀 她又掉头 看向秦丰 这个妞是你女朋友吧 带着她 马上消失 一群人来得突然 走得很快 张小叔追到公路边 见到三辆小车启动 消失在滚滚的车流中 秦丰紧随其后 拉住张小叔的胳膊 别追了 这群人肯定是黑车会 我们惹不起 张小叔不服气 我记住了他们的模样 山不转水转 找机会算账 派出所民警 接警来到后 只剩下沮丧的一女五男 张小叔 秦丰等人 均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 凭着最后威胁之余 推断打人者 应该与徐骇有关 警方调取监控时 发现附近监控镜头的 电源线都被夹断 没有办法调取监控 周边围观群众和烧烤老板 都不认识打架的人 没人看清楚车牌 按派出所要求提检以后 秦丰单独和张小叔 在角落里谈话 秦丰苦口婆心地 劝着张小叔 你跟我们一起回去吧 这群人肯定是黑社会 我们真惹不起 光脚不怕穿鞋的 我们读了这么多年书 不值得跟他们拼命 你们几个回去吧 我暂时不回去 留下来照顾表妹 秦丰眼睛被打肿 成了大熊猫 嘴角也破了口子 极为狼狈 强奸犯是未成年人 你留下来也没什么用啊 而且这毕竟是你表妹 你做到这一步也够了 没有必要把自己打进去 就算做不了什么 我也要陪着表妹 谢谢你们 我回学校请你们喝酒 秦丰等人没有留下来 乘坐从江州到扬州的晚班客车 连夜回山南大学 对于秦丰等人到江州帮忙 张小叔心存感激 在刚才 他暗自希望秦丰能够单独留在江州 哪怕什么事情都不做 只要留下来陪伴自己就行 秦丰等人匆匆坐上了出租车 没有能够留下来 他心里很清楚 自己和秦丰的关系 只能保持在同学关系 不再可能成为恋人 在派出所门口 张小叔觉得特别无助 委屈和伤心 想起姐姐离开江州时的叮嘱 拨通了头大力的手机 七八分钟以后 一辆越野车 停在了派出所的门口 侯大力下车 来到张小叔的面前 出了什么事情 你怎么在派出所门口啊 侯警官 打扰你休息了 张小叔尽量装作没事一般 但侯大力知道 张小叔肯定有事 否则 不会和自己打电话 先上车 找个安静的地方慢慢说 越野车行驶在街道 行人和街警往后退 张小叔紧张的情绪 慢慢放缓了下来 我今天到侍卫门口拉了横幅 约了学校篮球队的同学帮忙 我听说这事 你胆子挺大的 为了表妹赶到侍卫拉横幅 你脸着上怎么回事啊 晚上我们吃饭 来了一群人找茬 误打我和我的同学 还用刀抵着我同学的脖子 让我们离开江州 我倒是为反应表妹家诉求 要求对那个强奸犯 实施收容交养 否则太便宜那个强奸犯 我表妹原本可能考上 清华北大 除了这事 身心备受摧残 我恢复过来就不错了 更别提清华北大 这件事情的性质太恶劣了 我表妹一辈子都会受影响 想到这里 我就来气 侯大力扭过头 迅速看了一眼 犹在生气的张小叔 我就直言了 你是汪心彤的表姐 并非直系亲属 你过来安慰表妹可以理解 但是不应该由你 到市委拉横幅啊 提起此事 张小叔满腹的委屈 无缚是高材生 文化水平高 就是太过文弱 面子观点太强 不愿意找政府反应意见 打落牙齿祸血吞的傻事 我才不愿意做 你很勇敢 也很仗义 我和表妹家的关系很特殊 不是单纯的表妹和表姐的关系 我妈在我五岁的时候就失踪了 至今下落不明 我爸外出寻找我妈的时候 就将我放在姑姑家里 我和表妹一起长大 和亲姐妹差不多 张小叔说完自己的秘密 擦了擦眼角 他有些惊讶 自己为什么会在侯大力的面前 讲出了自己的委屈 今天秦峰问过相似的问题 但是他没有在老朋友秦峰的面前 谈起自己的秘密 来到江州大饭店 在二楼茶室要了小雅间 张小叔进门听到吉他曲 愣了愣 五星街饭店果真不一样 我还是第一次在茶室 听到放吉他曲 侯大力在车上经常听吉他曲 宁灵顺口给顾英说起过 侯大力喜欢吉他曲 顾英将此事记在心中 提前准备好吉他曲 当侯大力和张小叔走进茶室时 便吩咐服务员 放早就准备好的吉他曲 在熟悉的旋律中 张小叔平静下来 讲了汪心彤的现状 提出自己的困惑 侯大力详细地给他解说了 当前山南省 对于未成年犯罪的具体规定 特别提到收容教养的具体规定 包括要由省公安厅审批 要征求当地居委会社区 和邻居的意见等等 张小叔评价道 徐海无恶不做 征求意见 谁都会同意送他去扬州劳教所 这还真说不定啊 徐海住在城中村 这个社区啊 一半都姓徐 不少人都在为徐大光的企业工作 征求意见的结果啊 是个未知数 汪建国联合学生家长的行为 肯定能够成功 没有任何一个学校敢于接受徐海 徐海 要么到公读学校 要么不再读书 我有一个建议 你现在不必管如何处治徐海 当前你最主要的工作是陪伴表妹 用科学方法帮助你表妹治疗心理的创伤 帮助她走出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 我也是这样想的 准备近期到江州医院轮转临床 抽空多赔心筒 欧大利听了张小叔的想法 有些意外 你准备到江州医院工作 嗯 江州医院是山南大学医学院的附属医院 我本来就要过来轮转 侯大利到刑警队工作 有两年多时间 期间 接触了好几起大案 原本就不浓的学生味 早就消磨殆尽 在她的眼里 张小叔是长长在校园温室里的花朵 下意识觉得她比自己小得多 在聊天时 她才意识到 若是读研究生 应该和张小叔同级 张小叔和自己是同龄人 聊了一个小时 侯大利送张小叔回到江州学院家属院 家属院就在附属中学正对面 只需要跨过一条马路 就能从附中回到小区 张小叔站在家属院门口 回望附属中学大门 大门上有彩灯 彩灯明亮 衬托出门内更加黑暗 黑暗空间中似乎有一张猛兽的嘴巴 要吞噬 胆敢进入者 这是张小叔在此时此刻 看到腹中大门的真实感受 而在表妹出事之前 她和表妹无数在夜间进入腹中 独自享受下夜中的操场 侯大利没有下车 坐在驾驶室里 张小叔走进家属院 才开车离开 随后的事件发展 基本按照侯大利的推断演化 市教育局领导 召开市区几个中学校长的 小规模座谈会 在会上 附属中学校长态度最为激烈 我这辈子都在教书育人 见过各种调皮捣蛋的学生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 徐海是其中最坏的一个 坏毒可救药 坏到骨子里面 是天生的坏种 他让我的教师生涯蒙羞 从强奸案发生在接替教室开始 我就羞于提及自己是负重校长 受害者家长汪建国写了抗议书 整整有377个家长签字 市教育局领导有些为难 九年制义务教学 这是硬规定 如果徐海不被收容教养 不到公读学校 我们总得安排他到某个学校 足以提前把几位叫过来 有个余案 免得措手不及 徐海绝不能回副中 如果他要回副中 我宁愿辞职 其他中学的校长 都唯恐市教育局 把徐海放到自己学校 一个比一个强硬 市教育局领导 看着平时都很理智的校长们 那我们就硬定吧 随便徐海家使出什么花样 我们都拖 市教育局领导和校长们在头疼 徐海本人却一点都不想回学校 在外面自由玩耍 比关在学校里舒服得多 许大鹏的计划得以顺利实施 先拿出精神病医院的检测报告 报告中 徐海患有早期的情感型精神障碍 他又利用山南省 对收容教养的谨慎 以及向阳小区大半市 许家人的有利条件 使调查结果有利于徐海 再服以严加管教并承诺 到胡州攻读学校学习 最终徐海没有被收容教养 得知此消息 汪建国陷入了沉默 张小叔和姑姑张琴抱头痛哭一场 徐海不再上学 更没有到攻读学校 许大光彻底断绝了 让儿子读书的念头 将徐海带到长江边采沙场 准备提前进入社会 跟着自己做生意 谁知啊 徐海这一次到采沙场 仍然只住了一个星期 偷偷回到江州 无论如何 也不愿意继续留在荒芜人烟的 长江边上 有声小说 何大力刑侦笔记 第五部 验读基凶 第三章 阶梯教室的罪恶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谢谢您的收听